哈嘍大家好,我是游戏狂人 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今天到陸服一區 目前第一名恰恰的站立到6037萬 今天對上海龜先生 誒,等一下 哇,有大隻的水龍啊 你們想不想看 不想看也要看,因為我已經拍了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大隻的水龍是多麼的帥氣 好,我們趕快加速把它擺上來 擺上一個完全沒有辦法打水龍的陣容 因為這個新手帳號的角色還是比較少的 水龍也準備要來了 3、2、1 歡迎今天第一個主角 大隻水龍 The Big Water龍 好,大隻的水龍究竟有多帥氣呢 這麽都是蠻喜啊 稍後水龍會進行第一個補充 到第二回合就會施放帥氣的絕技了 我們先給我們傑諾斯表演一下 沒有錯,狂人把這個傑諾斯的特效改成這樣 感覺比較帥 好,接下來,獸王 水龍真的要來囉 3、2、1 他這個踢的時候非常沒有古德 為什麽這麽說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有五隻 在空中就不見啦 還沒有踢完 就已經陣亡了 完全看不到屍體 可以說是這個屍骨無存 這樣子呢 就是一個沒有古德 以前人人常常在說一句話 我要見人 死要見屍 雖然我們都希望大家平安 但是水龍這個攻擊是不是太霸道了呢 好,這個大隻的水龍 連這個盾牌也很大一個 好,水龍又要來了 很遺憾,挑戰結束 馬上歡迎今天第一個主角 左邊的海龜先生 這一次他有備而來 他的索尼克 這一下斬下去 阿修羅倒了1345萬 打一個一波牛 一秒人更是可怕 這一次抓五隻 內傷、暴擊、立場 還有回合制的扣鞋 還有星紅文女的追擊 達到對手過去 曾經是大神的第一廳 都擺上複製人了 為什麼要擺複製人呢 我想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本場戰鬥 海龜先生 當然獲勝了 我們來看下一場 對上詹姆斯 不是打籃球的 詹姆斯 也不是這個台灣以前有一個做菜的 在阿基斯的旁邊 又一個詹姆斯 詹姆斯 好 我們看到這個星紅 還是抓狂 這一次三、哇 又打完了 下一場 海龜先生 對上向天在界 五千人 好 海龜的一秒人 還是一樣 一千三百萬 打武 這個追擊 四百九十四萬 海服 也快要出這個文章系統了 稍後 狂人有一些鏡頭 會放慢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文章系統的一些技能表現 對手 就剩下一隻大九眼了 輪到海龜先生 做一個收尾 本場比賽 海龜先生 陌生 下一場 對上的陣容 藏著一個獸王在後面 這個獸王啊 感覺的大小也是很大隻有沒有 跟一秒人一樣 擺在這個對角線 我們來看一下溫德又有多變態呢 忘記跟大家說了 這一場是恰恰的畫面 恰恰的溫德 打得非常的好 文子五百萬的一個傷害 今天雙方兩兩大神之間的對決 誰能夠勝出 目前怪人組恰恰的戰力 也來到了一個四千七百萬的高端 溫德 這一下 究竟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我們來看看這個中角 這一次 兩千兩百四十萬對手 阿修羅索尼克 大九眼 以及前排 星宏幾乎都掛光了 星宏一個步驅 還是沒有用啊 被溫德搞了一個暈眩 在一個絕技 這一場戰鬥要打完了 恰恰獲勝 第二場戰鬥 恰恰對上了一個英文字母的朋友 HY HY HM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溫德 戴上專屬武器 帶上專屬武器 還是一樣啊 這個暈眩暈了 但是人也掛了 剩下最後的兩隻 本場戰鬥 恰恰獲勝 馬上進入大神對決 這一場 恰恰對上海龜先生 誰的一波流更狂呢 我們看到海龜的速度 還領先著恰恰 這一下934萬 展在鳳凰上面 同時 怪人族 鳳凰男還是在場上 星宏也在場上 大九眼也在場上 所以 如果你在台服 擁有這些角色的話 請不要氣餒 還是可以玩非常的久 這個時候 一秒人也準備出招了 海龜先生 這一次打在恰恰頭上 越戰1400多萬 這一次 1300萬上了第一場 一個追擊於大中眼 噴了 6個打5個 溫德要來了嗎 好 溫德 這一次 也是一個超級絕技 看看暈了哪一些 前排3隻 通通暈了 爆了1隻 4個打第5個 恰恰還能夠綁回1層嗎 好 鳳凰男 好 這一個燃燒 不過恰恰中了立場 他的鳳凰男 恐怕就沒有辦法 這麼幸運的 蚊子追擊 418萬 再一個追擊 364萬 扭曲立場 這一下之間 爆了480萬 不好意思 剛剛蚊子第二下 是普攻 要更正一下 好 一個追擊 370萬 哇 還是爬起來了 恰恰的鳳凰男 1千 600萬的傷害 噴了兩隻 4個打3個 不過這個時候 比的就是速度了 溫德又要來了嘛 這一下子完之後 蘇女克被暈 不能出招 好 再一下 哇 這雙方的腳都踢得很痛 馬上輪到疫苗人 還有一點血 殘血抓過去 又上了個定義場了嘛 上了 好 爆擊 引爆 哇 這個血條 還是雙方僵持不下 再一個絕技 又伺候過去 馬上兩個暈眩 恰恰這一個時候 沒有辦法反擊了 好 輪到 恰恰的鳳凰男 但是 直接趴了 奔場勝負 可能已經 成定局了 最終 海龜先生 利用溫德的優勢 一局拿下了 龍之恰恰 我們再來看一下 水龍帥氣的影子 大隻的水龍 我們明天再見了